請羅委員淑蕾質詢 審查時間30分鐘 你最近把內閣舉訓了一下 宣誓的大家都認為是江二十五條 等於江院長有二十五個宣誓 也就是說大家都希望你能夠重整紀律 希望說台灣的經濟能夠再取 可是在你重整這個紀律 你要約束這個部會之前 事實上我們就有存在了很多的一些就有的思考邏輯 人家所謂官僚 假如官僚不改的話 那永遠沒辦法去 我舉個例子 我請問你 假如你們家 你家在裝潢 那你家在裝潢的時候 也許你是一年前 你就跟人家設計師在討論 花包 那談談談 就讓他裝潢 包括你家的電視機 你家的冰箱 全部都是委託設計師去採買的 後來裝潢已經花了兩年 你家裝潢 已經裝修好了 那要去買電視 那去買電視的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進步到一定是疫情電視了 可是你當時在簽和約的時候 是採取又笨又重的那種舊電視 那請問你 你到時你設計師告訴你說 那我幫你裝個新的電視 新寫的電視 你願意嗎 你說我不要 因為和約當時你跟我寫的是舊電視 所以我要根據和約的精神 一定要用舊的 那這個時候你如何處理呢 你是選擇新的還是選擇舊的呢 我想我如果是屋主的話 應該照常理來講 我會選擇新的 對 那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科技很進步嘛 我們現在政府有很多的工程正在進行 那也許工期很長 當要使用一些比較高科技的 比如什麼IC片或要什麼的時候 等到你要裝的時候 已經是新的科技了 3C 4C 5C一直在進步 那可是你的舊的 你的舊的和約是寫 跟人家簽和約是舊的 可是現在已經有新的出來了 可是你們的那種很舊思維的官僚 哎呀 我就是要跟進和約精神 不然的話 我會怎樣 我的政公司會處理 會處罰我 或者是說 哎呀 我的那個 將來我會冒上什麼圖利罪或什麼 像這樣的 其實我們談過很多啦 像很多的 很多的政府的官員裡面 就是很多他不敢去有所作為 那不敢有所作為就是所謂的圖利罪 或是我們的什麼所謂的檢調調查局 大家都用這個當藉口 當作一個唐賽的 不願意負責任 就扯浪屋的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說 如果去突破這一層 你怎麼樣呢 讓你的這一些官員 就不要這麼官僚 能夠他們敢勇於做事呢 是 像委員報告 委員剛剛講那個家裡裝潢的例子 有講到一句話很關鍵 就是說假如錢也沒有要給我增加的話 問我要不要換這個易經 取代印象廣 我當然是希望換易經 同樣道理 如果說是國家的一個公共工程 如果這裡面 本來的那個規格 現在有新的東西更好 但是價錢呢 不會加 那這個我相信 不管是透過合約的一些某些再修正 或者是重新的協調 應該是有可能的 那假如說你 但是如果價錢升高 那又應當別論了 那價錢都不升高 那假如說你的官員裡面有這種的 有這種的就是頑固那個 就是說我不行 我就是一定要舊的 因為我的合約是這樣 人家說我不加錢喔 因為為了國家好 我可以不要加 那可是你們就有那些觀眾不行 因為合約是寫舊的 我要遵守合約 所以費用舊的不可 甚至也許市面上家都沒有舊的喔 只有一家 因為他知道說 欸 你要用舊的 所以他重新了一台在那邊 價格嗎 是新的嗎 三四倍 那假如有這樣的人的話 那你覺得說 你所謂說 你要重新重整紀律 你可以整進再取嗎 向委員報告 當然我們講的是蠻簡化 而且抽象的一個情況 因為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應該鼓勵公務部門裡面的同仁 不管是政務官 或者是文官 要能夠有比較彈性的 創新的 為國家爭取最大公共利益的思維 所以如果說即使是既有的法規 或者是契約 有一些束縛的話 我們也盡可能想辦法去突破 基本精神上是這樣的 所以我是建議你 因為這個談很久了 剛剛也有很多委員在談就說 很多官員他不敢去做 就所謂那個圖利罪 對 到底這個圖利罪應該怎麼定義 我是建議你們應該去思考就是說 怎麼去改 才讓 你覺得我假如沒有拿到好處 我假如說對國家好 為什麼不能改呢 是 我個人是深有同感的 因為這幾年在公務部門裡面聽到很多故事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被以圖利罪起訴的官員 他們的用心真的是為了公共利益 絕對不是為了個人 所以我是覺得說假如說你要你的官員能夠敢勇於做事的話 我是認為說你們行政部門應該要就圖利罪這一條 應該要好好地再去研究 大家才敢做事 那談到就說好 你剛剛在講那個什麼 所謂說內閣 怕說各吹一把罩 那或者是說步調不一樣 什麼大嘴巴條款 或是說大家認為說 24個小時要跟立委聯繫 其實這個我都肯定了 我都肯定 甚至於說剛剛提到 哎呀 花了那個電話給我們 我都隨身攜帶了 24小時攜帶了 那可是你又不想說 那你的一個心事 那萬一人家不聽呢 那不理你呢 所以也就是說 你假如說你沒有處罰 你沒有那個所謂一個考核 你沒有處罰 那 人家不出手怎麼辦 這個當然不是憑空講講 因為畢竟也有好幾年的行政經驗 如果說我們今天所要求的一些事項 是政務官部分沒有做到 那我一定會告誡 就是會找他來談 那如果是文官的部分 輕微的 我們一樣會請首長告誡他們 但如果說一而再而三 老師犯同樣的錯誤的話 我其實在那一天的這個25點裡面也有提到 賞罰必須分明 對 賞罰必須分明 對於像剛剛講的這種積極做事的 我們要給他獎勵 對於老是犯錯 然後不改的 我們就應該要給他行政懲罰 不管是調理他的職位 主管職 或者是甚至寄過寄生界 這一些都是應該要做的 否則的話效力不會出來 也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個強制力 否則的話 你沒有處罰的話 那誰理你 這當然不是只是道德呼籲而已 這裡面要配合整個行政的規範 那請教一下 最近確實是物價長得相當相當的嚴重 雖然說我們的主計處是提到說我們的CPI並沒有很明顯的上升 可是這個 因為你知道我們CPI的一個計算是好幾個項目綜合在一起的 那有一些 比如說3C產品 很多的那些所謂的奢侈品 那個電器用品 那個是要下降 那那個價格的下降代表民眾的一個需求 就生活品質不好 他不願意去換新 比如我的手機 那個我認為我可以用 我就不要去換 所以他價格會下降 可是對於大家所謂的吃的部分 確實是長得很那個 那尤其說最近在談說那個租價 大家都知道嘛 這是租價上漲 是因為小豬生病嘛 對 可是那有人談到說小豬生病應該是 它的反應應該是要在六個月以後 為什麼這個時候會漲 那有查到囤積嘛 所以已經有查到說囤積了一萬多頭 一次囤積的情況 那為什麼不公佈呢 為什麼不公佈是哪一家呢 為什麼不去把它 調查過程在還沒有確定之前 通常比較不會隨便公佈 但是您放心 這個不管是農委會或公平會 都已經立案在處理 因為你既然 你已經知道有囤積了 也不尋常了 不對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一個放縱那個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縱使你現在 譬如說你豬肉現在漲價 那很多滷肉飯啊 很多很多那個便當都漲價 那都漲價以後 縱使你現在豬肉價那個壓抑下來以後 滷肉飯不會再回去了啦 因為漲價就漲價不會再回去了啦 所以你應該是說在他漲價之前 宜價應該是說 他們在漲價有異常的時候 你就應該去壓抑這個物價 而不是等他漲上來 漲上來除非是那種農產品有季節性的 什麼香蕉水果那個可以 可是假如說是一種 比如說你餐廳現在漲價 或是說你便當漲價 包括你現在說洗頭去漲價 縱使你的那個價格降下來的話 他會不會回去 他不會回去的 那不會回去的話 這個反映到一般的庶民百姓 大家都很清楚嘛 薪水沒有增加嘛 那他怎麼過下去呢 所以人家為什麼會說對於我們整個的一個執政團隊 他抱怨這麼多說 我們反應太慢 慢半拍 所以你修長 你現在 我到現在 你說我現在才要去進口 那個國外的豬肉進來 我要把關稅降低下來 等你東西進來的時候 那個豬價已經下去了啦 那你不是說豬價下來的話 那下來的話 你在進口進來 不是害死那些豬肉不會更死嗎 不會 我們現在進口 預定進口豬肉 其實不只是為了現在的這個豬肉價格飆漲的現象 同時也是為了剛剛所講的載豬下例病 他到了五六月之後 他的這個效應要開始浮現的時候 我們在預做準備 所以進口豬肉是一定派得上用場的 就算不是這個月 下下個月也用得上 那至於說茶器的部分呢 剛剛委員說為什麼不公布 這一些疑似囤積的廠商的名稱 那過去我們所有的行政調查 如果說在還沒有確認之前 我們是不會隨便公布 因為如果萬一不是的話 反而又有國家非常問題 一是你沒有逮到證據嘛 你都可以公布說有一萬多頭 那代表有這個東西 你是在哪裡查貨的 是不是有在倉庫裡面抓到嗎 一定是有 不然你這一萬多頭從哪裡來嘛 那假如說有一萬多頭人家放在冷凍庫裡面 那就很明顯就是囤積了啊 那為什麼不公布呢 報告委員 那個廠商的部分 如果把明確的名單都公布 因為以公平會這邊來講的話 等於是打草精蛇 怎麼會打草 抓到了還打草精蛇 我跟你講啦 你先不趕快公布去抓他的話 你以前公布說一萬多頭了啦 那一萬 那假如他倉庫有一萬多頭都趕快搬走了啦 對不對 什麼叫打草精蛇 你不去公布 你不去弄他 你才是打草精蛇啊 你現在就公布幾家可能是聯合他們馬上就開始串政 對不對 所以真的 你看看那個院長 你看看你的官員就是這樣子 你說什麼叫打草精神 你現在都消息 報紙都登了 說哎呀 有人囤積一萬多頭 我請問你啦 假如我是那個廠商 或你是那個廠商的話 你是怎樣 你趕快公布把他抓起來 你不是啊 你這樣消息出去 那不是都搬走了啊 那你要查什麼 對 所以為什麼民眾反應說會慢半拍就是在這個地方嘛 那個豬肉的那個販賣商是搬不走的 那當然在這個茶架跟這個茶器上面 我通常是蠻尊重我們公平會他們的這個實際作業的經驗 不管是為了避免所謂的打草精神 或者是為了進一步追查聯合行為的證據 那我相信他們並不是故意要懈戴或故意要隱瞞這個資訊 而是有他行政調查上面的必要 那個整個 我跟你講 因為也許你沒有到菜市場去買過菜 或你現在你沒有去走一圈看看 你到市場上你去看看 你帶個一兩千塊到市場買不到幾樣菜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真的基層的民眾確實是過得很苦耶 而且你假如說再不積極作為的話 那真的民營會再起來 就好比說我們講那個官場工人 官場工人當然你現在你說好 我要那個 你說好現在我們不再上訴不再那個 為什麼你不第一時間 當勞動部要提告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為什麼沒有去查到說 人家講說 那個已經實效消滅了 或是說已經過期了或是待會清場的問題 一定要等到法院判決 讓人家這十八年來 那個對他們這樣一定要抗爭 搞得天怒人厭 搞得現在大家對政府的那個信賴度都很失望了 那法院判決的 那你才那個 委員隆我向您報告 當然第一 開始這個提告是應該是101年 那個時候我也還不是行政院長 所以沒有辦法回答這個決策 那第二呢 就我們所知 其實在這之前的很多的這個糾紛 法院是採取把它認定為司法的借貸的糾紛 也就是說民事法庭是受理的 那麼反而是到了後來 有越來越多的這個法庭判決轉移到行政法庭 來衡量看是不是屬於行政公法契約性質 所以才有我們最近的這種發展 所以如果說根據之前的一些司法的判決 老委會過去所做的這個決定 反而是對的 如果他們沒有那樣做的話 是會被檢舉或甚至糾談的 不是 就是我 又回過頭來講嘛 就你們當先就說 哎呀我這樣會不會又是圖利 或是那個嘛 所以說你現在看你為什麼 因為現在法院的判決 他也是 他法院也是要根據法律來的啊 他認為說哎呀是不是你們 時效消滅或代位清廠的問題 那現在 其實你 我現在 我現在我所關心是說 那到底對這些官場的勞工的事件 雖然現在是告一個段落 可是以後會不會發生呢 現在目前對於 現在目前對於 那些 因為企業主 他沒有提拨退休金的 你們有什麼處罰辦法嗎 那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已經在修這個 勞基法28條啊 也送到院裡面去 那希望有關於他的 將來的債權 能夠跟其他的 這個抵押權之間 能夠一致 另外一個呢 我們在修56條 我先打個唱喔 當時本席修了一條 是你們還對 我說 因為那個是我們研究過 我是說 你欠勞工的退休金 那就似同什麼 似同欠稅 因為很多很多 企業主他不是真的倒閉啊 很多都惡意倒閉啊 你看看現在 當時的什麼 蓮湖汽車 太子汽車 現在還在住豪宅啊 那些企業主還在住豪宅啊 那 你假如說 比照 那個欠稅 你給他限制出境 你給他禁設 你既然你欠勞工的錢 你都會欠的 都不提拨了 難道我政府不能夠說 把似同欠稅 來限制他出境嗎 本期當時修了一個修法說 我要限制他出境 要比照欠稅 我不知道你們反對什麼 你是在貪戶誰啊 沒有沒有 這中間因為當時有研究過 其實我們希望的是說 真正能夠把這些錢 能夠掌握到 所以我們現在修勞基法的16條 不是啊 你修那個沒有 就是希望說 能夠在一年之內 如果他要退休的人 他那個錢就一定要繳足才可以 不是啊 那他講不交呢 不交呢 這是一定要 因為強制要做的 不是啊強制他不交呢 我現在問你嘛 你強制叫他不交呢 如果我對委員剛剛的這個詢問 沒有誤解的話 我想委員建議的 跟現在老委會修的那個 有點不一樣 那如果說要採取比照欠稅 從而限制他居留或出境 那麼這個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很願意這個帶回去 跟我們相關的部會討論一下 請委員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來檢視一下這樣的規定的必要性 因為本期修法的時候 勞動部反對 我不知道他是反對什麼 因為你現在看喔 你現在你說我強制他交 他不交啊 你就是因為他沒有交不交 你現在對他沒有耶穌 你重視你說好 我要把它列為債錢 優先債錢 那這個會影響到人家銀行 就說我不借了 對我知道 所以我剛剛講說 委員的修法的要點 跟勞動部所講的那個是 兩個不同的重點 那委員這個重點呢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我很願意帶回去研究一下 那當然法律條文 如果說真的可行的話 要如何來形成 我們也會積極的透過 法規單位的協助來完成 那還有再請教一下喔 我們現在假如說是 我們不去 不去比如說那些官場勞工 兩億嘛 那我們現在兩億就 不上訴了嘛 就不要他還了嘛 那以前交的 那個兩億嘛 以前人交的嘛 後面的是 五千萬的部分 後面那個是五千萬 前面那個是兩億五百萬 那以前有交的 就乖乖乖去交的那些人 那是不是要還人家 再來 再來 我都反對說 因為你現在你縱使說 你不管是你把 已經交的人的錢還人家 或是說你不要去 去球場那些還沒交的人 這個都是我們納稅義務人的錢 那你為什麼不去對 當初 當初二線倒閉的那些企業主 都很清楚 像很多太子汽車的 老闆 聯福的那些人 還是在住豪宅 還是非常有錢 那為什麼不對他們採取行動呢 為什麼不去他們像二線倒閉就視同 我的環境見解講沒有錯話 你可以用詐欺啊 你可以去找他 為什麼不去找企業主 而且這麼多年來 你為什麼都是告那些員工 為什麼沒有去幫助 你勞動部為什麼沒有幫助這些員工 這個是已經十幾年前發生的事情 當時他們追已經追不到那些雇主了 不是啊 雇主都還在啊 雇主不是不在 你還是有辦法嘛 你今天為什麼 你以期 當時 你兩年前 你又王盧璇當老委會主委的時候 那時候就建議他說 你為什麼不把這個錢這個精神去告那些企業主呢 而且那些企業主 假如你就比照像孫道純一樣 你把抓去給他縮壓個兩天 那錢就出來了 像還很有錢啊 大家都知道啊 那為什麼大家都知道他很有錢 為什麼只有我們政府不知道呢 你為什麼要換過這些惡意 這麼惡意 這麼不顧 不顧整個他們勞工的生活的這些企業主呢 你現在重視說 我們不去 不去叫那些人 官場勞工還錢 那這個也是納稅義務人的錢 是大家的錢 那換過 換過那些企業主這樣對嗎 委員 我想 原則上 政府不會想要放過這一些惡性倒閉的企業主 可是你們沒有參與任何動作啊 曾經有過 曾經有過 因為那個潘部長剛剛跟我講說 有許多這樣的企業主都已經出境了 就是說現在不在台灣 那如果說他們是有在台灣的話 我願意來 我願意來積極的 他們還是入境 那我可以提供資料給你啊 是 他們雖然是出境 他們在大陸生意做很大 是 你還是可以回來啊 這個是詐騙耶 這等於是惡性 我剛剛有講 如果說他們只要是還會在入境的話 我們就有辦法 但是如果說他出境之後就變成有點潛逃 那就像我們現在也有很多通緝要放 那就要看大陸那一邊能不能協助我們 沒有 因為你們並沒有去告這些企業主 所以他也可以自由進出 他根本沒有通緝沒有那個 甚至還有人還在台灣做好展 所以我是覺得真的 假如說你們今天真的是負責的 而且你要怎樣 你要讓以後的那些企業主 你能要講說你要有所警惕 你不要說你像這些人換過了 以後大家都不願教啊 我幹嘛教 我幹嘛教 委員剛剛所講的不管是前面所說的那個 限制他們出境 或者是現在所講的 要把他們這個逮捕到案 然後逼他們要還款 這一些呢 我向委員保證 我跟您的想法是完全一樣的 那麼至於說過去是不是 在這一塊 就追這個追討企業主責任這一邊 有什麼還不夠積極的地方 我願意回去不只請勞動部 也請我們法務部等其他單位 來共同協助來辦理 好 謝謝 那大家請教一下 現在有很多的那個市長的候選人都在講說 我們台北市的西區 西區沒有辦法進步 沒有辦法緩轉 沒有辦法建設 就是因為有個松山機場在那個地方 那我請教一下 我們的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可以通車 機場捷運 什麼時候可以通車 在104年年底可以完工工程 就是明年年底可以完工工程 明年年底可以完工 好 那你想想看 其實松山機場喔 是被列為是 危險性很高的機場 因為它周遭的那些居民 都是住的地方 都是跟著 跟著機場 連接在一起的 他們從一些一些住家的後院 就可以翻牆下來 跑道跑道去 那在這樣的一個灰安 問題是相當嚴重 尤其是松山機場的跑道 是相當相當的一個危險 那假如說 我們機場捷運通車了以後 機場捷運通車以後 從台北到那個機場 差不多十幾分鐘就到了 差不多時間 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就到了 那我們是不是在我們桃園行 現在不是在桃園航空城嗎 能不能就規劃說 假如說我們在我們桃園機場 我們再設個第三航廈 我們再做個第三跑道 那這樣做好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整個松山機場 把它 廢止掉 甚至於說 你可以在 等於說跟香港一樣嘛 你可以在台北車站 Check in 你就搭車 就可以到 那個桃園機場去的嘛 也不需要說 哎呀什麼要到 台北市的什麼淡海啊 再去填海啊 再去設個機場啊 那這樣不是更麻煩嗎 那 那你其實 桃園機場 齁 假如說它能夠建一個第三航廈 再做個第三跑道的話 那來取代松山機場 因為松山機場 它確實是 那個 危險很大 萬一 當年的大 那個大雲事件 是發生在 松山機場附近的話 那損傷會多大呢 所以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說 把桃園機場 遷走 那把松山機場 遷走 那麼在 桃園機場 裡面設第三航廈 跟第三跑道呢 現在呢 以這個 桃園機場跟松山機場 目前的這個容量啊 空運量的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就算要做這件事呢 一定要等到第三航廈 跟第三跑道都完成之後 對啊 當然不可能 當然是不可能 現在把它取下不可能 我說有沒有這個規劃 因為長年的規劃 是應該這樣子做 如果第三航廈 跟第三跑道都有了之後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討論的議題 目前呢 基本上呢 因為第三航廈 跟第三跑道都做完了 大概至少是 還要十多年以後的事情 尤其是第三跑道 因為要涉及土地的取得 然後這個興建 所以在這個十幾年 至少十五年內呢 這個可能性是很低的 不是啊 最起碼 最起碼你要有個規劃嘛 比如說好像現在 你們現在不去長野的規劃 你們的規劃 是應該要把松山機場牽走 你們現在不是 你們說你們現在要去 開發松山機場周遭 什麼你要蓋那個飯店啊 你要做個商業區啊 因為它有個瓶頸在那邊嘛 它那個地方的一個 交通的一個動脈 因為它是在東化南路 東化北路 東化北路 跟整個民權東路 這個 它本身的一個位置上的一個限制 就沒有辦法讓你去 真的是講說 喔那個 我要去發展什麼 什麼松山的一個什麼航空區 你假如說真的去發展成那個樣子的話 那交通會多阻塞 還是說你要去拆那些民謊 你要擴關那個馬路嗎 所以那個是不可能嘛 那假如說好 你國家的建設 當然不可能就說 3年5年就完成嘛 你應該是一個大方向去思考 你現在不是你們在弄什麼桃園航空城嗎 那為什麼你不去規劃 因為你假如機場結印一通了以後 事實上松山機場有存在的必要嗎 其實30分鐘就可以到機場了 你跟香港一樣 你在台北車站 你現在應該從台北車站去 你在台北車站 你就可以check in 那我就搭個結印 我就可以到那個桃園機場去搭 搭飛機 很方便啊 不需要說什麼要填海啊 又從台北又坐車坐到淡海去 那不是更麻煩嗎 所以應該假如說站在一個 真正是國家建設發展 一個城市的發展 因為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看整個松山機場 其實他很危險耶 我不知道部長你有沒有去看過 我一直要部長去看 那個假如說恐怖分子啊 假如恐怖分子這有心的話 有心真的要讓你造成 整個一個灰暗事故的話 松山機場是最好下手的 他根本不要用炸彈嘛 他只要當你飛機要下降的時候 他給你找一千隻鴿子 全部給你放出去的話 那你飛機就完了 所以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國家的 一個真的一個機場 是放在跟明皇 那麼靠近的 而且那個也有 不僅是飛安的問題 還有很多的走私的問題 假如說有人真的是 他真的要走私毒品走私鄉竊 松山機場是最容易的 因為他每次他想要 欸 飛機停了 停了以後 停在那個停機坪 有時候不是走空橋 他走路過去或什麼 他下來他把那個東西 而且那個地方雜草叢生 他把那個毒品啊 槍支給你丟在 丟在那個草叢裡面 半夜再歡牆過來拿 沒有啦 這方面我們都有24小時的 相當完備的一個電子監控 你們真的有24小時 你相信你的監控嗎 我告訴你我都去爬過啦 你有監控到嗎 這個我們事實上是 當然這個 你有監控到嗎 你有監控到嗎 而且那邊的居民 幾乎他們講嘛 他們晚上可以換過去嗎 去跑道跑一跑 跑一跑再回來啊 你有監控到嗎 所以這個東西 委員剛剛的這個指教 我分成兩個部分 簡單給委員報告一下 第一 委員剛剛所講的 如果桃園第三航廈跟第三跑道 落成的話 那麼松山機場是不是有可能 考慮廢除 讓它的功能由桃園來承擔 這樣的一種前景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如同我們現在很多事情 都必須先見再後拆 如果說在那邊還沒有辦法運轉之前 這一邊就先宣布要拆費的話 事實上對我們整個交通 就馬上造成衝擊 所以在十幾年之後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有可能的 那第二個就是 委員剛剛講說 好 那麼在現階段 當我們還在使用松山機場的時候 我們的安全 是不是能夠做得更好 那這一點呢 我會要求交通部再好好的檢視一下 尤其是您剛剛所講那個圍牆翻牆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別的也許不好處理 但是圍牆的加高或者是鐵絲網的這種阻隔設施等等 這些我覺得是不用太大的經費就有辦法去改善 好 部長我們來請教一下 那個我們一直在提倡說要大陸來台觀光 什麼人數要衝高到多少 衝高到多少 其實人數越多 是台灣是虧了越多 你了解嗎 現在雖然胡茂還沒有進來 可是我們很多的旅行社 背後的老闆是誰 背後的老闆就是 甚至於遊覽公司 甚至於那個飯店 甚至於那個印尼店幾乎都是 委員講的是團客的部分 那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把自由行的比重拉高 團客的比例讓它下降 我們希望讓這個 路客來台的真正的經濟效應 能夠擴散出來 你應該是說那個質量提高 而不是那個量 現在事實上 我說福茂還沒有開放 已經很多東西都幾乎被大陸買走了 這是為什麼我們覺得 福茂很重要一定要開放 因為事實上 旅行社就會有很好的機會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到底現在 有多少 多少 多少的耳朵 那個 在黑暗色的耳朵 這個可以講 多少這樣 可以講 那我們的靈環 其實基督情都被 基督情都被 來處理 那到這樣的情形 怎麼怎麼 不是 真的假的 來講 就是 你 這個人說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